之前聽我們問說他的胃瓦是不是有客戈 皮感會太厚 他覺得這個磷甲肥好像不夠 但是他測試呢 甜度還有12度以上 甜度12度 這個比較幾月而已 這個程度已經12度 你說有什麼問題 我實在想不出來 這個磷甲 其實可能最主要你要注意吃 但是磷應該是 我們想的那麼恐怖 但是你一定要不可以讓他 漢漲脫紅 就是說磷甲肥都要控制 因為磷甲肥的磷甲肥 如果想要怎麼看 那個磷甲肥就瘦甲 目前看起來這個磷甲 我們好朋友切下來 這個磷甲肥沒有瘦甲 磷甲肥沒有瘦甲 這並不代表說 因為現在 這磷的皮要不補 這磷如果補皮 你就慘了 我告訴你 這磷如果想要買 那磷甲肥 如果如果是一樣 像那種情形 這樣狂肥 你黏著它就破了 一種東西是不可能 它通常是比較厚皮 那那個磷的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 那他的皮其實是一個 這個類似像 他們叫做 一般叫做皮囊組織 它會蓬鬆蓬鬆 所以它會怎麼瘦 那個皮主人就會瘦掉了 就不會那麼厚 不是說怎麼瘦掉了 會稍微少一點 但是他的肉一直瘦掉 一直瘦掉 你整個摸皮是鬆鬆 這個硬硬 但是他後來 他會變得鬆 要經過之後 他就硬起來 這些東西 就會這樣補皮 當然水分又減少 皮又比較補 這頓呢 這個情形來說 它看起來 只要暗躬還沒長 都沒有代表說 這個瘦太過頭髮 所以不要長脖子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這頓稍微厚皮的一點點 不要緊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能讓它拚 這就好之後 火水中是有瘦 尤其是這個 有好的鎮魚經過濕 這個瘦 如果火水多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去補充 加肥 加肥在補充的時候 一分底就是六公斤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你起碼就是要六公斤 如果熱好 這個禮拜 拜一個到拜三 那也是一樣 我就是六公斤去熱一下 後禮拜 再熱一段很大 熱到要熱 我再去補一下 連續幾個禮拜後 就把整個的這個 蟲控制掉 加肥有夠 淡肥 因為淡肥有滴鹽效應 你現在感覺比較小 一顆油通常是比較少 陷四顆 一般都是陷大顆的這個問題 比較大 現在只要如果漲 這會比較肥 正常正常的食水 不要說很軟的 很軟的 它可能不會大 這種我們可能會補一策 來給吃 不然大概 他的淡肥應該都留得夠 所以 有的人說 趕快點 這個感覺 零咬不夠 再去跟他轉場面 轉場面 那種油 很容易擺脹 因為那個林 多了 他的蟲子 一片蟲子 照共要二十四個月 柑橘類的這個葉子 這二十四個月 是比較正常 但是你去跟他轉 比較高齡的這個林的時候 高齡的可能會讓 他的葉子的最長的壽命 可能是十八個月 他那個就會青黃不接 所以他青黃不接 他就要拼紅 所以這魚仔呢 就一定要 拼著慢慢 就要降低 他的臟心 就會留得比較沒力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都會說 那如果比賽到上面 零工那張魚仔就補銷了 為什麼 拼著用高齡吃去吹 去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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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吹 會啦你感覺起來很甜 但是那種藏的 他就一直要死董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過度的老化 所以我們建議的一個 這個方面來說而已 我還是覺得說 這應該是沒有什麼 這樣的問題 這個一分底 四分底用七包 四七 這是二十五キロ的 其實量已經很over 尤其你落後 你落後 你還用比較高的一個 這個 三十六 這尊用三十六號 實際上比較沒建議 因為三十六號 它的一個 這個 算是 它是屬於硫酸根 因為現在這陣子 其實給土壤要一點點綠離子 它的風味 所以稍微好一點點 到買手 在外面那裡 我們要頒進前的一個月 我們比較把綠離子拿掉 所以 這樣起來會比較好 不然你那個 會真水 這有時候我們 看得到的 通常是 一種的一個情形 在的 所以 這給大家稍微做一下參考 嗯哼 在外面 我 怎麼